经营百家乐大家好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下注的话题 还是秉承我们一贯的风格 我们有浅入深 我们先要照顾到这些 对这方面经验不太多的这些听众 让他们先听一听 如果您已经是这方面的高手 或者顶级高手 那么你就不需要听这个了 或者说你觉得你有什么意见 我们可以发表 一起讨论一些更高深的话题 这个我们在以后讲 所以现在我们今天讲一下 押注的几种方式 我们还是用100块钱做例子 如果说有一个人 他每一注压100块 无论什么情况 他压装也好压闲也好 他每次都压100块 这个方式我们叫做平注 平注就是说他每次压的金额 都是持平的 每次都是100 无论牌再打得好不好 他不会对注码发生变化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平注打法 他这个注码都是一样的 还有一种打法 这个高低注 就说他这个注码有几种 可能是有规则的 可能是没规则的 但是这个高低是不一的 比如说他这一注可能下100 下一注可能下1000 再下一注可能下500 下一注下10000 他这个高低不是固定的 但是也是没有规律的 起码看起来没规律 他是自己的爱好 这个可以高低可以差得很大了 这种打法 说实话现在我在用 这个高低注 我注码不见得是平注的 我这个注码的每次打的不一样 这个也是很多玩家用的打法 他的高低只是有高低的不同 但是方式都是一样的 还有一种打法 也是一种高低注 它是基于上一手的 你压注码的数量和出现的结果 来改变你注码的高低 这个是一种固定的方法 这个我们俗称的打懒的懒法 你这个从头打到尾 你这个高低变化 打完这是一条懒 你把这个从头打到尾 这个是和高低注不同的 高低注它是没有 这种相对固定的打法 不是说这个百分之百 看这个上一注 你压的注码和输赢的结果 来下注的 这个不是完全一样 相对来说 这个你有些下高低注的 它只是这个随机 或者这个看心情 这个打懒是要固定的 这个要根据这个出现的情况 必须要走下一步 是有一个你制定好的战略 好了 那么现在呢 这三种这个打法呢 我们分开讲啊 我们先讲平注啊 呃平注呢 其实呢 这个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打的话呢 输赢各半啊 我们这个结果输的钱 是这个赌场5%的抽水钱 呃 所以呢 我们这个平注呢 打的话呢 要赚钱呢 你首先你是要比这个输比赢啊 你要多赢5%啊 这样你才能打平啊 这个简单的 从这个概率学上讲啊 你要赢多输少 你才能平啊 这个呢 是靠一个这个 纯的胜负优势赢钱的方式啊 呃 或者说呢 我们这个是我们在实战过程中的 一种这个试探啊 探路的一种方式啊 你要想 我说研究研究我的这个打法啊 那这个时候呢 你为了好计算结果啊 你最好用平注啊 这样算起来呢 这个你输了多少口 赢了多少口啊 这个是直接和这个 你这个输多少钱赢多少钱啊 这个是直接发生关系的啊 所以你计算一下呢 这个你输多少口赢多少口 基本呢 就能算出你赢多少钱输多少钱啊 所以根据手里筹码这个量啊 你基本可以呢 断定你今天的这个战绩如何啊 然后根据这个呢 去这个计算一下 你这个打法有什么优点 什么缺点啊 所以这个平注法呢 一般来说啊 是适用于在这个 比较高级的啊 这个胜率比较高的玩家啊 下比较大的注码 他可以用一种平注法啊 呃 比如说有些人这个专门压闲啊 因为他没有抽水嘛 他专门压闲啊 他呢 看中这个闲的机会 他压这个平注啊 一直压闲啊 这样如果他呢 看闲的几率呢 如果高啊 那他呢 这个赢了100口啊 输了呃 这个70口啊 那他呢 就净赢30口啊 这样呢 他就能准确的算出来啊 他这个呃 赢的钱啊 和他的胜率差多少啊 呃 或者是说呢 一些这个 这个所谓这个低级玩家啊 也不能说低级玩家了 这个有些人是在做测试嘛 或者有些人这个来 这个把这个作为消磨时间啊 他并不说他低级玩家 他就打的差啊 他只是说啊 不是这个这么这个 对百家乐这么执着的啊 他可能只是做消遣 他这些人呢 这个退休的老人啊 他没事呢 这个无论怎么样 他都打这个最低25一注啊 赢了呢 他挺高兴啊 输了呢 他也不伤心啊 呃 这个也是一种人啊 用这个平注的打法啊 呃 这个平注呢 优势劣势呢 我们可以自己考虑一下啊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制定 呃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这个这个高低注啊 这种方式啊 有些人呢 这个这个非常相信这种方式啊 呃 他觉得呢 这个 我是用这个方式呢 可以克服我的这个 这个胜负上的优势啊 我本身是输了啊 我输了这个三注 赢了一注啊 但是我输的三注呢 都是这个一块钱啊 我赢的一注呢 是十块钱啊 这样呢 总体来说 我也是赢的啊 所以这种方法呢 比较适合一些这个 呃 有一定程度的 巴尔家的打法啊 因为他的目的是赢钱啊 他呢 不是说在做测试 看看自己赢的多 还是输的多啊 所以这种呢 是在这个实战中 很多人利用的啊 呃 这种打法的好数就是说呢 他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弥补你这个胜负啊 这个优势的不足 啊 在关键时刻呢 你要压了大注呢 你 还是会赢啊 这个 但是呢 反过来说啊 如果在一个 这个 高低注的差的太大的情况下啊 你可能赢了这个十手啊 输了一手 你这手太大呢 你也可能把这个 呃 你的胜负优势呢 全部都给抹掉 啊 甚至说呢 你这个 即使你在这个 呃 有胜负优势的情况下啊 你可能还是输钱的啊 那这个呢 可能就要这个 得益于这个 高低注啊 或者说这个 受害于高低注啊 呃 所以这高低注呢 这个高和低呢 其实就相对来说 对这个玩家很重要了啊 高高到什么程度啊 低低到什么程度 呃 什么时候用高 什么时候用低啊 这个呢 其实是蛮考验这个 这个赌徒的能力啊 呃 这个呢 他呢 下高低注的方法呢 我们可以想象到 有一些这个 都是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啊 他不会告诉你的 什么时候下高 什么时候下低啊 当然了 下高的时候呢 一般来讲 我们可以理解为 是他确定的啊 时候他下高啊 但是呢 有时候错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呢 他有时候下的更高 下这个十倍啊 是20倍啊 这说明了他这个 这个主要来于他自己的这个看法和想法啊 来自信心啊 并不是说呢 有一种这个固定的方式啊 啊 这个高低注呢 也有时候呢 也不是说有些人用来赢钱的 把钱赢回来的这个一种这个唯一的手段啊 他呢 比如说你看他有时候输了这个14个注嘛啊 他下一把呢 并不简单说下15个啊 他有时候呢 这个高低注呢 他可能下一个这个七个八个的啊 或者是说有些人下100个啊 这个呢 就是看个人心脑子里的想法 我们在这里找不出规律 这些想法呢 如果是成功的话呢 可以讲是我们这个这个有优势赌徒的这个一个核心机密啊 他也不会告诉你的啊 但是高低注嘛 这个不好的地方呢 这个还有一点就是他太考验你的心态 有时候呢 这个压高低注呢 这个你低的注都赢了 高的注都输了啊 这个时候呢 对这个人的心理压力呢 确实很大的啊 因为你明明这个胜多输少 但是呢 你这个总体是输钱的啊 而且呢 在你压这个注码过大的时候呢 对你本身这个心理压力和掌控力啊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啊 呃 比如说你这个一开始用一块的啊 这个压啊 后来呢 你现在突然压到了100啊 这个时候呢 可能一个不小心 就把你之前的所有的这个这个战绩啊 全给抹平了啊 所以呢 我呢 是不建议这个心理素质不好的玩家啊 或者是呢 对这个呃 注码啊 掌控力不好这些玩家啊 我是不建议你用这个高低注的啊 特别是这个高低注啊 这个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啊 这种情况呢 会造成对你这个 整体表现的这么一个损害啊 因为呢 你这个心态已经受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呢 这个是不推荐的 那我们现在呢 讲一下第三种啊 就是这个呃 固定的这个高低注打法啊 根据这个前面的注码和前面的输赢结果啊 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蓝法啊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呢 很多人喜欢这么打 呃 第一呢 这个固定的打法呢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 这个你不会说去考虑打多少啊 有一个公式化啊 你对上面的公式进行打 呃 第二点呢 有些人坚信呢 这种是有科学根据的啊 这个可以在我们这个呃 百家乐中呢 这个茫茫大海之中啊 可能是这个一盏小小的灯塔啊 让我们指点我们方向 我们去怎么打 跟着这个打呢 跟着这个灯光走 呃 这个呢 有些人可能不熟悉的人呢 他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啊 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这个我们通常说的呢 这个过三关啊 过三关呢 就是这个连续赢三把啊 但是注码呢 是不停的加大 好了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这个过三关 呃 就说呢 过三关这个人呢 他是拿这个 一百块钱的注码开始啊 他呢 如果第一把输了啊 他下一把呢 是还放一百 如果呢 下一把赢了呢 他手里就有两百 两百的筹码 他呢 下一把的注码呢 就是两百啊 把这个一开始放的 和这个第一局赢的 一起放上去 这个时候呢 他如果输了啊 他呢 就重新回到这个一个注码 继续再打 如果他赢了的话呢 就是第二手赢的话呢 他手里就有四百 四百的话呢 包括赢的三百 和这个之前的本金的一百 他呢 就第三把也放上去啊 这个时候呢 如果输了的话呢 他就再从 这个一百块 这个一个注码打起 他如果赢的话呢 他就拿到了这个 八百块啊 就是包括这个一百的本金 和七百的盈利啊 这个时候呢 他也回到了这个一百的注码 重新开始啊 所以他这种情况呢 这个过三关呢 就是一条这个最简单的 基本的一个篮啊 就是一二四啊 这种打法 如果呢 在这个任何一步呢 你这个中间断了啊 这个 你呢 就要从头开始啊 有些人打 比如说这个打啊 一啊 一 一二 然后呢 一 一 一二四 一二四 一二一 这样的啊 你看到我们压注的的话呢 只是有一二四这三种啊 如果到了四呢 我们就重新回到一 如果呢 这个在图中的任何一个时候呢 断了话呢 我们就还是从一开始啊 他的压注方式呢 是这样的 我们也能看出来啊 这个呢 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在这个赌博的过程中啊 去赌我们会连赢三把啊 连赢三把呢 呃 就是我们就可以赢了七个筹码啊 但是在任何一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没有成功啊 我们这个这个篮断了的情况下呢 我们永远是输一个注码啊 比如说你压一把啊 输了 你输一个注码 你压一把 两把 这个时候输了呢 你呢 因为有一个是你赢的啊 所以你还是输一个注码 如果说你一二四 在这个第三把你输了情况下呢 你输了四个注码呢 有三个注码是你赢的啊 所以你还是输的一个啊 所以这个方式就说呢 如果这个一条这个篮啊 这个最基本的篮 成功的打完之后 这种过三关的打法呢 是说你可以赢七个啊 任何时候呢 如果这个断了呢 那你就是输了一个啊 他的这个方法就是说 如果是你成功一次情况下 你赢七个 他呢 允许你呢 这个在不成功的情况下呢 发生七次啊 包括这个第一次打断 第二次打断或第三次打断 如果你成功的次数呢 这个超过了你这个失败的次数 那你总体是盈利的嘛 对不对啊 这个呢 就是说有这么一个 差不多是一比七这么个关系啊 就是你成功的这个篮呢 这个在七次中呢 你至少出现一次 这样你才能不输钱啊 这个呢 就是一个我们讲最基本的 这个过三关的一个打法 我们可以看出来呢 这个比较简单啊 我们不用考虑我们注码的变化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 即使是最新的赌客啊 我们也也能了解的一种方式啊 呃 我们可以讲一些呢 稍微一些更高级的方式啊 这个稍微复杂一点点的啊 我们给大家呢 讲一下这个理念啊 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推荐这种 这种打法啊 这个只是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 呃 有些人呢 他打这个注码是一三二六 这种这种打法啊 这种打法呢 是跟过三关是一样的啊 只是说呢 他这个 呃 这一条懒呢 他有这个一共是四注啊 一三二六啊 打完之后呢 我们再从这个一重新打起啊 打断之后呢 我们再从这个懒呢 呃 头开始打 从一开始打 呃 这个的理念是什么呢 呃 我们可以简单想象一下 一三二六呢 这个一开始我们下一倍的注码啊 第二手呢 我们下三倍的注码 不是二是三啊 为什么呢 假设我们第一口对了 我们呢 第二口呢 这个运气好呢 我们还能对啊 这个呢 他觉得我们第二口赢的机会要比第三口赢的机会要大啊 我们觉得连赢两口的机会大 所以呢 我们在第二口呢 下了比较大的注码啊 一三啊 呃 这个时候呢 我们赢的话呢 啊 我们其实就赢了四个注码啊 我们要输的时候呢 因为呢 我们之前呢 是第一口是赢的啊 所以呢 我们赢了一个注码啊 我们在输的时候呢 输了我们本金的两个注码啊 就是说我们是一个赢二输四啊 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呢 这种方法呢 他可能他的理论是说连赢两把的机会大啊 连赢这个三把的机会没那么大啊 所以呢 我们第二口下的大 第三口呢 我们下的小一些啊 第三口呢 我们是下两个注码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第一口是下了呃 一个注码啊 我们赢了一共一个 第二口下三个 我们赢了三个 我们呢 就是从一个注码啊 这个赢了四个注码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下两个注码呢 这两个注码也是我们赢的钱 我们再去赌啊 这个时候输了呢 我们不怕啊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输了这个钱呢 是我们赢的钱啊 如果是在我们这个 打到这个第三口断了的情况下啊 我们还是盈利两个注码的啊 呃 如果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赢了的话呢 啊 我们可能就赢了一共六个注码啊 一 三 二 加钱是六 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就在第四口考虑下六个注码啊 为什么呢 呃 这个的理论就是说呢 这个如果赢一把啊 啊 这个正常啊 赢两把啊 啊 这个也是正常啊 赢三把呢 可能呢 就没那么正常了啊 算机会比较好了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保守一点啊 这个注码呢 缩小一点点啊 来保持这个胜利的果实 但是呢 如果在我们这个下一把三个都赢的情况下呢 他假设我们的运气呢 可能是很好啊 我们可能会连赢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挑战四连赢啊 这时候呢 我们就下一个这个比较大的注码啊 我们下六个啊 为什么是六个呢 因为如果我们赢了啊 我们这个把利益最大化了啊 我们已经之前一三二赢了六个 我们再赢六个 我们就赢了这个十二倍的注码啊 但是如果呢 这把我输了呢 我用的是我这个前三口啊 一三二赢这个注码去赌啊 这个是我的这个 算我的盈利去赌啊 如果我输了呢 我就重新开始啊 等于说我没输没赢啊 这样呢 我们如果赢的话呢 我们赢了十二倍的注码啊 我们啊 再下回再重新打啊 第一手输了呢 我们输一个啊 那个小意思啊 十二分之一啊 那如果第二手我们再输了呢 这个我们得说输两个注码啊 这个呢 我们也不怕啊 这个从十二个输两个来说呢 我们却只输了六分之一啊 然后呢啊 下面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一三二六局进行的话呢 第三口呢 我们这个啊 有赢没输啊 这个第四口呢 也是有赢没输啊 所以呢 我们用这个一次的一个连续四注的成功啊 我们在后面呢 啊 可以打这个 允许我们连续六口啊 在这个第二口打错 或者是连续十二口 在第一口打错 而在这个第三口 第四口呢 啊 我们呢 这个根据这种方法啊 他是只赢不输的啊 或者是平啊 但是他呢 不会输钱 所以这种方法呢 我们看出跟这个过三关不同的呢 就是说 他的那个 这个是用这个四口的胜利呢 啊 去这个换取我们 更多的失败的机会啊 他这个理论就说呢 这个 和这个过三关 我们就看出有点不同啊 过三关的理论就说呢 我们这个 呃 很运气啊 我们连赢了三口啊 这时候我们就要收手 这个时候呢 这个 一三二六这种理论呢 他就说呢 我们这个已经连续赢了三次呢 是说明我们运气比较旺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加大一注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偷了个机啊 然后我们再走 好了啊 给大家这个科普 这个压注的方法呢 呃 我们就科普到这儿啊 基本就说呢 这个平注 高低注 和这个蓝法啊 啊 我们特别那个 注重讲一下这个蓝法啊 因为呢 我们以后可能会 啊 继续提到 首先呢 我们这个 无论打一个什么蓝法 我们首先要看啊 他这个 呃 本身这个蓝法的方针是什么啊 你们我们看出啊 这个最简单的两种蓝法 124和1326呢 他呢 对这个牌的这个胜负的理解呢 其实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呢 才会产生这种效果啊 呃 比如说呢 这个这个 这个过三关的124打法呢 啊 他们心里呢 他们心里呢 是怎么在考虑这个自己的胜负 所以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不见得要学别人的蓝法啊 我们呃 主要要看自己这个打牌啊 这个胜负优势在哪里啊 看看自己胜负的规律在哪里 然后我们找到我们合适自己的蓝法啊 而不是说那个啊 在网上别人告诉你个蓝法 你就接着打啊 这个呢 其实是不见得百分之百符合你这个实际情况的啊 呃 甚至说呢 我看有的蓝法呢 这个 对资金和这个心态的要求都比较强啊 你 呃 如果是你达不到这个要求呢 我觉得你也不要去试了啊 这个因为呢 你可能会对自己这个资金和这个自信心都有很大的损伤 所以呢 我们看一个蓝法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自己的经济实力啊 心态 所以我一直讲心态是最重要的啊 蓝法呢 真的是其次的 好了 那个今天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儿啊 我们一定要记住啊 心态第一啊 胜负优势第二 第三呢 是驻马优势啊 就是这个蓝法 呃 如果您对这个有兴趣呢 请您订阅啊 点赞 留言 谢谢大家 师傅 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